律师储馆 lion 18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路犯罪 那这个网路犯罪 我明白 英文叫サイッ Perry Client 有啰BRCLIENCE 是网路犯罪 他是透过电子操作方法来干扰 是不是 这个英文的名词应该不会考吧 我总觉得你们看到英文就会吓死了 网路犯罪一般就是分这六个 盗版 网路诈欺 网路色情 卖非法的东西 网路赌博 破坏名誉 那网路犯罪 当然你们可以稍微记一下 一般来讲都是有这三类 就是写程式的来从事犯罪 或是架设网站来犯罪 有的是给你灌一些不正确的讯息来犯罪 当然主要这三个 好 这六个 这七个 软体有考 你们要辨别它的差别是什么 那请问一下电脑病毒可不可以独立运作 电脑病毒必须依附在电脑程式上面才能 传播可以化作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正常的电脑程式对不对 那病毒它通通依附在最下面这里 最下面这里 然后呢 它前面加一道指令 先跑到后面来 好 没有问题 它再下一道指令 跑到前面来 也就是说 这一代病毒它搞不好就会 先检查一下 我是不是13号星期五 如果是的话 我才发作 对不对 要不然我就不发作 所以电脑病毒 好 请问一下同学 请问一下电脑程式当感染病毒的时候 它的电脑程式会变大变小 变大变小 变大 对不对 好 会变大一些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会看 诶 啊你几个BiTel几个BiTel 相同版本 啊怎么大小不一样 那就是中毒 对不对 好 电脑病毒是这个意思 那电脑病毒 我们黄毒软体怎么 怎么知道它是病毒 通常这个病毒它有程式码 程式码它有一个主要几个BiTel 叫特征 这叫它的特征 那黄毒软体就靠这个特征去分辨说 你是不是有没有感到到病毒 那恶意软体呢 比较好一点 它只是不怀好意 那木马的程式跟后门程式主要 这个两个很接近 它这个 呃 木门程式它就躲在你的电脑后面 然后 它会随时接受外面的讯息 当要准备供给的时候 它会收到这个讯息 类似的 那这里有一个叫乳虫 懂吗 诶 它这里怎么没有写乳虫呢 所以应该是恶意软体 应该是指乳虫的意思 对不对 这个考试有考 好 你们看一下哦 好 电脑病毒的感染例子 你们自己看一下 那电脑病毒我们用那个 AltraEditor看一下他的电脑程式 你看哦 它这个骇客上面写 它就会讲一些字啊 beware of this virus contact is for 呃 这个 vaccine 就是说怎么去 防堵 你想要不要接受病毒 就是说你的电脑病毒程式 你用二进位的这个 的东西去看它的内容 你就会看到上面 它会留一些资讯 那恶意软体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电脑乳虫 好考试也会考哦 电脑乳虫是什么 它不会感染它的直肩乱 但是它会缓止自己 就是说 它会一直copy到其他电脑去 就会让你一直传播 它透过网路来搜寻其他的电脑 是否感染同种的乳虫 通常是透过垃圾邮件系统漏洞 二维软体我们一般指的是电脑乳虫 这考试有考哦 好不好 好不好 电脑乳虫 那木码程式你们参考一下 比如说特洛伊木码程式 它可以附身在各式的套装软体里面 以为是一个APP Application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会使用 那这是后门程式的一个 木码跟后门程式它的一个原理 好不好 你们稍微看一下 尖嘴软体你们看一下 那网路犯罪的动机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它有时候会透过所谓的系统漏洞 各位同学 老师以前是不是讲过 Windows对不对 你们Windows为什么要常常去更新 因为Windows每两个礼拜 他就会请骇客去测试说 我Windows到底哪里有系统漏洞 然后每两个礼拜左右 他就会发布这个系统漏洞 然后把更新的这个 这个这个更新的这个 程式的叫Patch 对不对 修正码 修补程式就放在网路上 所以你没有去更新你的Windows 会造成什么问题 注意听 首先 骇客已经知道系统漏洞 结果你没有去更新 他就会写骇客的程式 就会侵入到你的电脑 那你的电脑一旦被侵入的时候 就会系统就会怪怪 有时候变得很慢 对不对 你的资料可能会被偷或什么 所以特别主要 所以系统漏洞 所以Windows的骇客 这对Windows的骇客就特别多 那系统漏洞有这些啦 你们参考看看就好 好不好 我就会这样 好 骇客的话 好 我们考试会考 骇客一般要攻击你的网站有三的步骤 第一个 他先会守定对象 然后有一些破解的系统 然后入侵你的目标 好 追听 好不好 好 那你们看一下 那我们一般骇客里面最麻烦的就是说Cookie 就说你上网的账号密码 我们都会存在我们系统的Cookie 那Cookie 我们骇客通常是针对你的Cookie里面的 账号跟密码 去入侵 然后取得你的账密 对不对 所以各位通常网路银行 最好都不要存在Cookie里面 比较安全 然后数位资产 各位看一下 好 网站ID跟密码 这个看一下 好 这里同学他这里有一个叫KeyPlace KeyPlace就是说专门在管理的账号密码用的 这个软体还蛮好用 不过他写错的 我后来去查他不是KeyPlace 课本是写KeyPlace吗 我是看到的是KeyPlace KEE 不是Place KeyPlace 这个可以专门来管理的账号密码 同学可以用Google去搜寻一下 这个是专门管理账号密码 因为各种网站太多了 每一个网站都有他自己账号密码 你最后记得住吗 记不住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这个KeyPlace KeyPlace这个软体 来帮你 那这个考试会考哦 教科书里面有提供一种软体 可以让你免费管理的账号密 是哪一个软体 Key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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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Place在课本的第几页 第几页 353页是不是 好353页哦 它写KeyPlace KeyPlace 那我去 我在Google去查是Key的 不是Key的 我觉得它是不是弄错了 你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好不好 这个会考 好 再来会考是指这个 我们一般骇客有分四大类 是黑帽的这个骇客 白帽骇客跟自杀的骇客 这三种 好 这四种 还有一个灰帽骇客 然后呢 哪一个是好的 哪一个好的 白帽骇客是好的 对不对 这个骇客呢 它是负责渗透我们企业的电脑 但是它不会去破坏你的电脑 它只是 它藉由这个侵入你的电脑里面呢 跟企业合作 来发现你的系统弱点 来帮助企业提升资讯安全的这个 所以可以成为资安分析师啦 好 这一天考试又考这一题 好不好 平下我们现在的认证是 是针对哪一种骇客来做认证 白帽骇客来做认证 对不对 白帽骇客认证有两个 两个认证 白帽那两个 各位同学看 它第一个叫道德骇客认证 叫CEH叫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叫CEH叫代这个道德骇客认证 所以是美国电子商务的顾问 在内的专家提供一系列资安相当的课程 为一般民众跟专业机制建立一个资安的观念之道 那这个机构呢 它也建立了一个相关的认证 叫道德骇客认证 叫CH 还有第二个认证叫资安调查专家认证 叫Computer Hacking Philistic Investigator 那这个叫CHFI的认证 所以同学你们以后可以去考这两个认证 以后就不怕没有换吃饭 骇客认证 所谓骇客认证叫白帽骇客的认证 就是说专门帮助企业来找出 他系统漏洞来提升他资讯安全的 的这个 的一个认证 那同学我考试会考这两个认证 就是说这个白帽汉证呢 就是 这个我们CH认证 希望培养有道德的骇客 叫Exco Hacker 它是协助企业各种治安的解决方式 作为治安事权的把关 就是说我白帽汉证的话 我就是 我就 入侵到你的企业的网络 看你漏洞在哪里 然后我跟你讲 你要赶快把这个漏洞补起来 你有这个认证我跟你 你车表到我走 好注意 你要有这个白帽汉证的认证 你首先的知识是什么 老师教你网络的知识 你一定要有 那是最基本的 对不对 我是不是有教你们最基本的TCPIP的网络 那一定要会 你没有那个基本概念 你怎么知道什么叫汉课或什么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CHFI的认证 叫电脑辨识的为主的 算是事后补救的课程 过程 所以这两个课程 注意听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FBI 已经训练资讯人才的交易课程 合可的专业认证 在台湾已经成为军方 军容资讯公司的 一个必备课程之一 各位同学 你们如果想要移民到美国去 对不对 你们靠打工洗碗能生活吗 现在没办法 所以你们只要有这个认证 注意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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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这两个认证 过了 你到美国移民去了 很受欢迎 很自相 薪水又很高 那最少都几十万美金起跳了 对不对 连薪啦 是不是 家瑜 二十万美金好不好过 就相当这个在美国那里 这等于是我们相当台币都七百万的台币的年薪 对不对 老师就顶多一两百万的就这样而已 七百万 那不要说二十万 十万美金其实算也很多了 普遍最少都十万美金起跳了 同学可以考虑去考这个认证还不错 所以呢 老师以后企业网路就配这两个认证 来教你们认证 上课的时候顺便教你们这个认证 好不好 也欢迎各位来修老师企业网路的课 好不好 企业网路通常是下学期的课啦 那网路资料库的课是项学习的课 都是三年级 不过三年级有的同学要校外实习 就会比较麻烦了 所以厂长就开不成 所以搞不好老师也可以考虑是 现在已经是 可以在二下里面开这个课也可以了 好 资料备份的重要性 资料备份各位同学一定要知道我的硬碟 所以听你最好把它分成西草跟滴草 滴草是放资料的 资料把它备份起来 那西草是系统对不对 你们可以用一个软体叫Ghost Ghost这个软体把它备份起来 那你万一 下次这个电脑是不是受到骇客攻击 病毒感染 有时候要清很好清 你系统把它重置 资料把它复原回去 你重灌的时候就等于灌到西草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你再把资料备份就最好 所以同学 如果能做到资料备份 其实也不错 对不对 那现在资料备份也可以做 备份在云端 系统可以用Ghost这个软体 好 那个嘉宇你知道Ghost是什么意思 Ghost 英文的意思是什么 有没有听过 鬼啦 因为这个软体很鬼啦 就是说你只要Ghost的起来 它备了一个档案 就把整个系统备份起来 那复原呢 十几分钟就复原完毕了 十分钟内就复原完毕了 太厉害了 你有时候灌个window 灌个office 你灌到什么时候了 对不对 还要灌驱动程式 还灌什么有了没了 Ghost一下就把你灌完毕了 所以它有分资料级跟系统级就对了 好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